第六十一集,这要怎么解释比较合适,要是他朋友圈发得很频繁,桑志还能以刷屏为理由,但他之前根本一条都没发过,场面定格几秒,桑志绞尽脑汁地想着理由,默默收回视线,也表现出一副茫然的样子。 点开资料,设置瞅了眼,哦,我点错了。段嘉许仍看着他,神情带了几分意味深长,我本来是打算点,不让你看我的朋友圈的。桑志硬着头皮解释,没看清楚,就点成屏蔽你的朋友圈了。 段嘉许,这什么理由?就是,你懂吧?桑志说,有些朋友圈的内容,不太好让家长看到,我又懒得总分组屏蔽,干脆就直接。我不说别的,段嘉许打断他的话,抓住其中的两个字,家长。 桑志极为费劲地扯着理由,那你看到了不就等于,我哥看到了?我哥看到了转头,就告诉我爸妈了,我得从根源切断吗? 而且我这都好久之前屏蔽的了。你这没屏蔽,我也没见你发什么,不好让家长看到的。段嘉许的指尖在他的手机屏幕上清点,东西。桑志伸手取消掉屏蔽,我都删了。这么一提,段嘉许吊儿郎当道,小姑娘,你的朋友圈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没有?啊?也没有男朋友?这暗示意味十足。 桑志确实没有发朋友圈的习惯,偶尔发了一条,没多久也会删掉。所以,点进去,就是空白一片。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刚刚也是随口一提。 这么一想,好像确实有种藏藏噎噎噎的感觉。桑志小心翼翼地说,那我现在发一条。听到桑志的语气,段嘉许也知道他今天的情绪不佳。他确实不太在意这些事情,漫不经心道,不用,跟你闹着玩呢。 桑志翻向册的举动停住,沉默着点头,过了好半场。桑志没忍住问,你不介意吗?嗯,我没在朋友圈提过你。 故意的?不是,故意的也无所谓。段嘉许牵着他进了一家店,语气松散道,就算你不说,觉得我极为见不得人,所以想瞒着所有人。 桑志反驳,我哪有说你见不得人?像是没听到他的话。段嘉许侧头看他,眼眸璀璨,笑着把话说完。你也还是我家的。 只工作了一天,桑志就觉得腰酸背疼。回到宿舍,他洗漱完后,端了个盆泡脚,之后什么都不想再做,直接躺到床上。 还没到桑志睡觉的时间,但他就已经被睡意笼罩。桑志勉强睁着眼,回复着段嘉许的微信。 他退开,注意到家里的群有了新消息,分别是桑容和李平都发了个红包。庆祝他找到了实习。 见状,桑志的心情又好了不少。他先发了个抱住的表情,随后一个一个地点开,发现都已经被桑衍领了。 桑志搭拉着的眼皮瞬间抬起,当作是他误领了,输了个问号提醒。 桑颜没回复。桑志等了好一会儿,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,发现桑颜依然没回复。 反倒是桑容为了哄他,昨晚又发了两个红包出来。 过了几分钟后,他还发了句,臭小子,整天除了欺负你妹还会干什么? 桑颜仍然一句话没说。 桑志睡眼惺忪,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。 他伸手点开,发现这两个红包仍然被桑颜领了。 夹起来,整整八百块大洋。 行!行!别说冷战! 桑志现在还想跟他断绝关系,老死不相往来。 接下来的几天,施小雨对桑志依然是同样的态度。 桑志不管做什么都会被骂。 比如,施小雨让桑志去装杯水。 桑志第一次装常温的被骂了,第二次先问了句你要热的还是冷的。 他反倒回了句这还要问的吗? 然后,桑志按照他上次的要求,到了卑温的,依然被骂。 再比如,按照施小雨的要求,找的素材,画出来的稿子,他总能找到挑刺的地方。 桑志修改了好几次,被他接连骂了好几次,到最后他才用着极为勉强的语气。 说了句算了,就这样吧。 仍旧是不满意的姿态。 偶尔跟宁威聊天,也听他提起了几句。 找的实习有些不合意,但依然坚持着工作。 桑志也不想就这么半途而废。 他的生活变得比上课的时候还要规律。 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加班,再然后就是回宿舍睡觉,别的任何事情都不想干。 有时候脾气上来了,桑志琢磨着合同还没签,要不然就直接不干了。 又觉得被虐待了这么多天,现在就撂担子走人,一分钱都拿不到格外吃亏。 时间一晃,就到了周五。 桑志中午跟同事一块叫了外卖,吃完之后,他收拾了一番,把盒子拿出去扔。 走到楼梯间的时候,恰好看到施小雨靠在窗边打电话。 他的声线偏柔,说话也缓,跟在桑志面前完全不同。 我咋觉得这小姑娘跟你说的不太一样啊? 还挺听话的,被我这么刁难也没怨言,我也没见他跟公司的男同事说过什么话。 哎,我都不好意思这么欺负他了。 桑志顿了下,沉默着把垃圾扔掉。 施小雨没注意到他,仍在跟电话那头的人聊天,说的也是,不过按你这么说的话。 这男的也很渣啊,你换个呗。 他没再继续停,转头回了公司。 桑志到厕所洗了手,想着施小雨的话。 看来,这些天来的针对和谩骂,都是带了私人情绪的。 但他真不认识施小雨啊。 难不成是惹到了哪个同学,然后施小雨是那个同学的姐姐? 不管怎样,如果是工作上的问题,桑志觉得自己还能忍。 但现在已经明确,对方就是刻意地在针对他,他就一丝一毫都不想再忍受了。 桑志回到自己的位置,打算午休。 施小雨也已经回来了,此时拿上位置上的毯子,打算去沙发那边睡一会儿。 公司里只有一张沙发,也向来是他在用。 看到桑志趴到了桌上,他的脚步一停,谁让你睡了? 桑志侧头,还没到上班时间。 施小雨,让你找的素材找好了? 没有,桑志盯着他,平静道,但现在不是上班时间。 头一回听到桑志回击,施小雨还有些不适应,他皱着眉,手掌在桌面重重拍了下,恼火道。 你先找完,我赶着用。 桑志,哦,施小雨的表情缓和了些,快点啊。 桑志又补了句,不找。 施小雨说,你说什么?你要真着急,你可以自己不午睡,现在去找。 桑志的脾气向来不好,此时还是按捺着火气说的话,不然,这加班费,你给我出。 因为桑志的态度,之后施小雨的行为明显要更恶劣了。 觉得合理的,桑志还会忍着。 觉得施小雨是没事找事的,他也会面无表情又礼貌地回应几句。 中途施小雨去上厕所的时候,万哲和何鹏兴忍不住过来跟他搭话。 万哲,你今天吃炸药了? 何鹏兴,牛逼啊,你不怕他之后更加针对你啊。 桑志翻着文件,无拨无拦道,忍着照样被骂,我还不如给他找点不痛快。 何鹏兴,好。 万哲,干得好。 何鹏兴,但我不敢。 万哲,我也不敢。 为了新来的三个同事,老板张辉决定组织个聚餐,当时迎新party。 所以今天的下班时间格外准时,施小雨想刻意给桑志找点事情做, 也没找到理由。 聚餐的地点在附近的一家自主餐厅。 在张辉面前,而且还是下班时间,施小雨也没太放肆,没再刁难桑志。 这一场结束,一行人决定到附近的KTV放松一下。 桑志不太想去,但见其他人都去,他也不好意思提出要走。 想着过去待一个小时,就找个宿舍门禁,或者别的什么理由,先一步离开。 路上,桑志听到施小雨在跟张辉说,辉哥,我朋友打算来找我,让他一起来,行不? 张辉笑呵呵的,可以啊,人多热闹。 桑志没把这太当回事,走在后边,沉默地在微信上跟断家许说自己接下来要去的地方。 没多久,桑志见到了施小雨口中的朋友,是许久未见的江颖。 在这一刻,桑志也突然想起了一开始为什么会觉得施小雨眼熟。 她的脸渐渐跟在火锅店的时候,拦着江颖疯狂举动的那个女人重合上。 桑志坐在KTV的角落,情绪很淡,盯着笑着跟所有人打招呼的江颖。 两人目光撞上的时候,江颖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。 桑志也装模作样地露出个笑脸。 其他人唱歌玩头子喝酒,桑志只跟着玩了一会儿,就回到角落坐下。 不知不觉,江颖就坐到了她的旁边。 她看上去很正常,脸上带着亲近的笑容,温和道,听说你才大一。 桑志装没听见,不吭声。 江颖,这么小就出来工作了呀。 跟个什么都没有的男人在一块,开心不? 阿姨,桑志啃着面前的花生米,我要真缺钱呢,我去找份家教。 或者是出去外面打个暑假工,都比在这公司实习来钱快。 没别的意思,你要就想说这个,我先提醒你一下。 桑志抬头,笑眼弯起,不然你说得累,我听着也烦。 江颖脸上的笑容脸著,定定地看着她,突然往嘴里灌了好几口酒。 也许是因为周围在场的人多,她也没做出多激烈的举动。 桑志低头看了眼时间,江颖,你父母能同意你跟她在一块。 桑志没硬,你觉得她真喜欢你。 小姑娘,认真跟你说一句,这个男人,特别缺爱。 江颖轻声道,你对她是不是挺好? 任何一个人,只要对她好一点,她都能把这种感觉,误以为是爱情。 江颖说,我看你确实爱她爱得死去活来的,但你如果跟她提分手,你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不? 桑志低头玩手机,一声也不吭。 江颖用指尖轻轻戳了下她的手臂,她会觉得,没关系,你能找到更好的就好。 她的心脏像是被扎了根刺,唇角用力地抿了下。 然后呢,江颖慢慢地说着,你这样的人,她能找出千百个。 桑志这才开了口,轻声道,你来找我说这些话,有意思。 被我戳到痛点了呀。 抱歉哈。 江颖嘴里的酒气格外浓郁,有些难闻,我就是看不惯她,好心提醒你。 你说我没事针对她干什么,因为她爸开车,把我爸,撞死了。 我知道。 江颖一愣,突然大笑起来,全身都在抖。 这事,她告诉你了呀。 她还好意思说啊,可真够厚脸皮的呢。 现在五千零一十二年了,桑志语气无波无澜,一千年前连坐志就废除了。 阿姨,沉默好半赏。 江颖僵硬地扯起嘴角,凉凉道, 那我找谁愿? 如果是你家人出了这样的事情,你觉得你不会变成我这样? 段嘉许的爸爸犯了罪。 桑志说,所以法院判了刑,他会因自己所犯下的罪。 江颖猛地打断他的话,冷笑,得到惩罚。 我爸本来能活。 段志诚那个畜生,撞了人之后逃逸。 江颖咬着牙,一字一顿地说,怕坐牢。 怕受到别人的指指点点,跳楼自杀了。 你说,他受到了什么惩罚? 这事情桑志也是第一次听说。 先前听段嘉许说,他爸爸成了植物人,他也以为是因为那场车祸造成的双方影响。 两久,桑志台杰与他对视,语气轻轻的,那段嘉许,不也是受害者吗? 桑志找了个理由离开,江颖梅跟着出来。 他的心里憋得慌,一时也不想回学校,到附近买了份章鱼小丸子吃。 没多久,他收到段嘉许的微信。 在哪儿,我过来接你。 桑志给他发了个定位。 这是个小广场,还算热闹。 有一群人在不远处玩轮滑和滑板,桑志坐在旁边的小石阶上,把章鱼小丸子吃完。 他把盒子放在一旁,闷闷地打了个阁。 他想着江颖的话,莫名有些失神。 开始回想着这段时间,跟段嘉许的相处。 他是对他很好的。 什么都迁就着他。 他想做什么,都陪着去做。 他不愿意的事情,他也不会强迫。 他对他很好。 这样还不算很喜欢吗? 但从第一天在一起的时候,桑志就很清楚。 他们的喜欢,应该是不对等的。 他是一时兴起也好,是日久生情也好。 只要他有一点点喜欢他,好像也就足够了。 桑志呼地站了起来,盯着别人嬉嬉笑笑地玩着滑板。 注意到远处,有个男生牵着女生的手,小心翼翼地扶着他,像是怕他摔了。 然后猛地被他亲了一下,表情愣住,面红耳赤地松开手。 结果两人一起摔了,却都在笑。 桑志莫名也跟着笑。 他又看了好一会儿,段嘉许才给他发了个微信,跟他说到了。 桑志给他回复着消息,问着他具体位置,没多久就看到了他的身影。 桑志把手里的盒子扔掉,站到他的面前。 段嘉许上下观察着他,喝酒了吗? 桑志摇了摇头,抬眼看他,突然问,我能问你一个问题不? 段嘉许,眉眼一挑,问,桑志,你为什么喜欢我? 文言,段嘉许愣了,好笑道,这还有什么原因? 桑志顿了下,轻轻地呕了声,也是。 怎么了?没怎么? 桑志低下眼,呼得松开他的手,翻着自己的包,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,这个给你。 嗯?我之前办的卡,里面有一千多块钱。 桑志慢慢道,我上学期参加的那个比赛,我们组拿奖了,然后把奖品卖掉,分了钱。 我还做了几份家教,不过有点少,加起来没多少钱。 奖学金不知道能不能拿到,如果拿到了就赚进去。 这个工作,如果我能坚持做下去,应该也有两千块钱。 桑志说,到时候也会赚进去的。 段嘉许,有点反应不过来,侯杰上下滑动着,为什么给我这个? 就想告诉你,桑志鼻尖一酸,轻声说,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 所以,你不用找别人对你好。 我能永远,毫无保留地对你好。 段嘉许歪着头,低下眼看他,这是要包养我的意思。 但怎么说得这么委屈? 段嘉许,从口袋里,把自己的钱包拿出来,放在他的手心里,拿这些钱,给自己买漂亮的裙子穿。 而后,段嘉许接过他手里的卡,这个,就用来包养哥哥。 桑志抬头看他,这钱给的还不少,所以,段嘉许的心情似乎不错。 伸手捏了捏他的耳垂,往他耳边吹了口气,老板,你想干什么都行,本集完。